白冰沙久违的 不正业小厨房又开张啦 只需要用气炸锅 就可以简单做的懒人料理啦 好好做我跟他们讲 送炉我 今日最精彩肯定是 就是空气炸锅麻辣小龙虾 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冰沙 白冰沙久违的 不正业小厨房又开张啦 对 它是一个工作室了一段时间的厨房 但是 不管怎样 它最近又要开张啦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好像还是有一些观众 就是有留言跟我讲 为什么你没有在做食物了啊 想想想还是觉得 好吧 那我就让它重新开张一下 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我最近在小红薯上面刷到很多那些 只需要用气炸锅 就可以简单做的懒人料理啦 但是我看到这类的料理就是 虽然类型很多成功的人也多 但是失败的人也很多很多人讲 这个彩类那个彩类 而且很神奇 就是这类的小红薯有非常多 他们就是真的是专门你打开进去 它就是整页都是专门用气炸锅来做料理的 然后他们下面的留言都会统一留言 所以 点进去就出不来了呢 就是 感觉很像那种营销号之类的 就有点假假的 但是又好像work这样子 anyway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 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厉害的料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首先我们的第一道菜是这个 空气炸锅炸串 应该就是BBQ的道理啦 我蛮喜欢吃这个中国烧烤的 它应该就是这个中国烧烤的 这一个概念 用空气炸锅解锁一下 炸锅铺锡放入喜欢的菜 我要铺锡子 想用 哦哦 放入喜欢的菜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哦 那个签子就这样放进去 不会着火咩 它不会烧坏我的 炸锅 哈哈 烤一层油 表面喷一层油 我没有的喷所以我用刷的吧 表面喷一层油 这样我们也跟着只做表面而已 表面功夫 可以了吗 哈哈 因为油也太多了吗 我不知道要喷多少啊 180度10分钟 等下 诶还是开始了吗 没有 哦有了 诶 中途翻面 诶妈 烧焦了好不好 哇 啊啊我的锅 你就像人 东西里达 哈哈 那个broccoli黑黑这样的咯 哦我们要来做那个 什么先 等一下 玩中加入两勺烧烤料 他讲要加入两勺烧烤料 然后烧烤料来是我自己调的 因为我在这里买不到 我找不到了 然后适量食用油我已经加了 一勺芝麻 一勺芝麻 一勺生抽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蚝油 一勺蚝油很多 蚝油有人用这样多了 OK了 随便 不觉得这个有很懒人 还蛮麻烦的 搅拌均匀备用 刷上神仙料汁 这个broccoli很酸 放入空气炸锅 160度再炸5分钟 看看他有没有烧烤 看起来很棒 哇 吃一口看看 我想吃这个香菇 看起来很棒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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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烫 超好吃 我跟你们讲 对不起 但我没有再夸张 还是烧焦到苦 而且很辣 他整个头都是那个sauce 超级辣 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 你放不同的菜 它有一些菜会熟过容 有些菜就还剩 好像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剩 下一道菜 叫做空气炸锅辣子鸡 我超爱的 做这么好吃的辣子鸡 学会再也不用点外卖了 你为什么要抢外卖哥的生意 我上个影片来做外卖 好我们看一下 会不会不需要点外卖 大鸡腿切块 切块 放料酒 放料酒 生抽 生抽 等一下他没有讲分量 他讲放料酒生抽罢了 就马来西亚的阿嘎阿嘎咯 生抽 会不会太咸 姜片 葱段 蒜片 姜片 没有葱段 蒜片 盐 他没有讲多少 白糖 五香粉 食用油 花椒应该是要放很多是吧 八角干辣椒 八角干辣椒 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的影片里面有八角 但是他讲有就有咯 就放一个 干辣椒 哎 哎 抓匀腌制十分钟 我没有手套 我只能 用 做个菜哦 一直残气 哎 哎 倒入空气炸锅 怎么可以丢到这样残爆 我丢不到的 他放了一个蒜 所以我们也放一个蒜 影片里面是放了一个蒜 但是他没有讲要放蒜 放 200度25分钟 嗯 中途 我 啊 中途 翻面 加辣椒 他的 蒜米是怎样 下面没有熟耶 这样子的话 加辣椒 搅拌一下 我加超级多 继续 登登 其实 为什么 他的出来了 那个蒜会不见了 我才发现耶 他应该是没有放那个蒜 他只是拍 所以他为了好看放而已 然后我就跟着放 想着哪有这样生气 他虽然没有讲要撒芝麻 但是 我看到他的成品是有芝麻的 这样子就很像辣椒鸡了 我来吃一个 很烤很烤 哦 我嗡爽啊 没有脑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 调味方面没有调到很好 因为其实辣椒鸡有放很多砂糖 他应该是要有点甜 因为刚才我看那个视频 他的糖也没有放很多 在外面吃辣椒鸡是 可以吃到里面有糖在里面的 他其实这样烤出来的 你看他的鸡是很嫩的 其实有吃辣椒鸡的人 应该是知道辣椒鸡是 应该是脆脆 然后一点干的 然后这个是完全 没有脆的 他就是 辣椒鸡的调料方式 腌制过来的烤鸡 可是其实是好吃的 辣椒鸡的鸡皮是最好吃 因为它炸到很脆 它这个又没有 软软的 有人想吃烤蒜的话 是可以一起放进去烤 来 你试一个 很烫哦 is it nice 就没有很好吃 但是可以吃 所以 还是可以点外卖哦 外卖的还是比较好吃 嘿 这道菜就精彩了 就是今天的今日最精彩 肯定是 就是空气炸锅麻辣小龙虾 刚才我买这个小龙虾的时候 它还在动啊 我的天啊 人家的小龙虾是来红色的 我的小龙虾是蓝色的 它会不会等一下突然间动 蓝色的小龙虾不是讲很稀有的吗 第一步 要去 炒水 泡澡咯 丢下去 它的脚会冻的 我一直想到刚才的画面 我就有那个心理障碍 其实它很漂亮 它是蓝色的 应该熟了 我刚才忘记讲了 就是它这一个呢 它不是影片 它是照片 因为我有照了 其实没有影片的教学 所以这个东西就更加的匪夷所思 因为它就只是照片拍拍拍 你们知道照片有可能是假 有可能是真 第二步用厨房纸巾吸干水分 我没有厨房纸巾 我用toilet paper 干净的 它行了 铺上细纸 它排到很美哦 我也是可以拍妹妹耶 接下来放入蒜末 其实我不想放酱的 OK 我跟着它的Recipe 小米椒 它这里显示一勺料酒 可是其实我看到其他的照片 是讲放啤酒 然后我觉得啤酒我比较好奇 比起料酒 感觉料酒很basic 半罐啤酒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我闻到那个啤酒味很香 对 而且它加了喜瑶的味道 有一股 混在一起的味道蛮香的 最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精彩的 就是你要加一整块的火锅底料 快很多勒其实 它的照片没有写 把它的成品出来又变成牛黄瓜了 所以 哎呦 黄瓜不是现在放的 烤五分钟了过后 搅拌均匀再放黄瓜 用紧的其实是一样的 180度五分钟 它的火锅底料 直接变成一堆花椒 已经融进去了 其实 下面全部都是油 搅拌均匀 进去 180度多15分钟 其实我有闻到小龙虾的味道 还没打开都闻到了 真的很香 超级香 我希望不要翻车 不要倒下去 这是灵魂 Oh my god This is so awesome 我应该把全部黄瓜放进去的 很好吃 它吸了那个罩 有啤酒的香味 很成功耶 这个 我吃小龙虾是喜欢吃它的头的 其实 不好意思 吃小龙虾 亚不然就不知道吃小龙虾了 很赞 我本来很担心它会没有入味 很赞 它的头味道 我是 很重啤酒的味道 很特别 因为平时我们吃小龙虾是 我吃的麻辣小龙虾是没有啤酒的味道 这个完全 没有翻车 这个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做一做 啤酒 是那个0分 各位 这个10分 我觉得我快点去 很夸张 真的啊 那个啤酒味很香 推爆 最后一个 我们来做一个甜点 炸 汤圆 还蛮特别的 因为其实 汤圆 一般上都是拿来水做的 手是外面脆脆 里面糯糯的 我的这一个是 黑芝麻汤圆 然后这一个呢 一样也是只有照片而已 余热160度 我只知道 Oven要余热 去炸国有余热 余热好了 倒入 汤圆 哇 已经有飙飙飙升了 160度 烤 8到10分钟 好像是这样 好4分钟要来翻面一下 诶 烧 烧焦啊 不是 他的post其实是有讲 放180度会爆 那就是160度啊 我跟着他 为什么还是很醜 很味 这样我应该不用放面了 还是我要继续跟着他做 还是我直接吃 跟着他做完 可能你放进去多4分钟 他出来就美美了 因为我还想讲可以咬啊 然后有那个线的 好像很疗愈这样 它里面哦 就是跟汤圆一样 就是诺诺 诺基基的 他们想用诺基基的事 他外面那层的口感很奇怪 就像是那个 面粉没有熟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买那个 没有馅料的 可能就不会爆了 可是他的也有馅料 他的就没有爆 Gent 好吃吗 做你的脸是这样子的 不好吃 我觉得糖原 我们还是水煮比较好吧 你觉得难吃 你觉得难吃 他的脸就是这样不好吃 好所以我们的汤圆正式宣布 他是今天翻车翻最长的那个 我个人觉得啦 今天最成功的 一定是小龙虾 就是小龙虾就一定一定要try 第二个应该是 我选烧烤 烧烤 是吧 对 我个人觉得那个辣子鸡 如果你不叫它辣子鸡的话 它是ok的 但是如果你硬要叫它是辣子鸡的话 它不是辣子鸡啦 然后烧烤的话 还可以 就是味道来讲的话 只是 饭车的几率可能会有点高 因为那个蔬菜方面你要选 这个我也是想到不会反的 因为很容易 各自倒进去吧 结果好了 所以各位 小龙虾试起来 好所以今天的小红酥气大锅recipe 测评就到这里啦 各位如果喜欢Bibbit 不专业小厨房的话 可以勇于留言 如果这个系列的反响不错的话 我就继续拍下去 因为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系列的啦 有点舍不得关起它 好啦 所以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了 各位想到的影片 就要帮我点赞和分享 接订阅我哟 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JM讲哦 虽然她翻车了 但是她还是在拍beauty show 她还有beauty show 她怎样beauty哦 就算了啦 哈哈